二月份新國會立委長林 過路人 令希望推動臉明 今天早起 也去立法院 向有各黨團 就要繼續關心臺灣的交通問題 他也要求內進部的國投訴 應該趕緊提出 今年安全設施條例 來改善道路的環境 今年八月二十 明安團隊要去各黨 總統陳選人 發起海洋 以民族遊行 向有政府 要重視道路交通安全 請令令希望推動臉明 再去各前往立法院提醒 臉明表示 今年一九十二月初期 已經有兩千七百五十九人 實在交通輸垢 對比前幾年 並沒有明顯的下降 現現政府對度案改善也不高打扁 根本是無路可走的 因為人行道如果沒有做 其實影響駕駛的交通上面 行駛的視野 那影響行駛視野 其實在不同層級道路的接軌上面 它會容易造成事故增加發生的疑慮 臉明基礎 影響道館有空和行駛安全 應該是 道路全面設定人行駛 百度重來 未能打擾 就算時間期間也要建立人行人行駛 另外對電話卡設定人行駛 有免得規範 所以內政部 國土管理室 應該緊守定存 向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還讓行駛應該有空間優遇監照師匠 國土署他們頒布的都市人本庄的設計手冊 它其實只是一個手冊 它並沒有一個法定的位階 那其實應該現在大家是期待 應該有個法定位階的設計規範出來 文書學者製作 就等我來看 它是需要國家進入設計規範 讓道路設計規範 不能只有行政制度 就好了 也要用力氣候變遷到生態因素 都方比較安全 記者綜合不得